大家好 我是整型外科 陳偉農醫師 大家好 我是阿龍 我是農哥哥好朋友 阿龍算是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 阿龍下禮拜一一要開刀 那我想說在開刀之前 就是來錄個短的影片 我們就呈現給大家說 我們會怎麼質詢 然後這樣子來的客人 你比較會有心理準備 而且我會知道整齒的習慣是怎麼樣子 通常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客人坐下來 那我通常都會問說 欸那 沒有什麼想法 還是沒有什麼不滿的地方 那我現在的話 我第一個問題 我眼睛的問題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單眼皮 所以就隨著年紀 我就 就是左眼下腿比較嚴重 所以我現在左眼右眼是不對稱的狀態 那請問我 那像我這樣子 該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阿龍的狀況其實還蠻常見的 就是說 呃單眼皮 可是其實男生單眼皮我覺得OK 甚至可以非常的帥 很多明星也是單眼皮 可是當我單眼皮 隨著年紀 慢慢地垂下來的時候 它開始會壓著睫毛 會擋住你的眼睛 所以你會覺得呈現眼睛比較小 它如果在更垂的時候 下腦這樣的狀況 它就會反折 折上去 所以你的皮就會捲到上面去 然後就會呈現出尾雙眼皮的感覺 那就會比較不自然這樣 那我的習慣是 當然我雙眼皮評估完以後 我會模擬一下給客人看 那它雙眼皮做出來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會從 骰的雙眼皮開始模擬 那我會模擬幾個眼睛給客人選這樣 說他喜歡的眼睛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呈現 從骰的中間 然後寬的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至於阿龍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雙眼皮 第一個做法是可以用縫的 我覺得縫的沒有問題 高度的話 只是稍微寬一點的 眼頭的部分會是開放式的 它右邊眼睛 呈現比較低位的時候 它眼頭其實是非常不自然的 我希望做雙眼皮高一點 長得好看這樣子 我假的稍微低一點喔 眼睛張開 你看 這個地方出不來 這樣出不來 眼睛閉起來 所以我們就變成只能高一點 眼睛張開 然後這邊就給它折進去 這樣就OK 你有沒有看到 這樣才好看 也才會對稱左眼 所以雙眼皮是一人而異 而且 老實講 你就是要看現場 而且要看模擬的感覺 就會知道說 該怎麼做 用什麼方式是最好的 雙眼皮的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 阿龍因為還很年輕 你八十幾年四嗎 八三 八三 八三嗎 好朋友都要記得幾年四 所以 那很年輕 所以雙眼皮我們就是 單純的做 我們不要搞得太複雜 怎麼割、眼、剪肌 你都沒有任何問題 你當然就是比較下垂 所以我稍微把你縫高一點點 讓你眼頭順 都是開放式的 這樣就好看 好不好 而且就可以撐很久 我對我的鼻子其實也不滿意很久 我覺得我的鼻頭 比較大 比較大 然後我的鼻翼 我覺得自己也有點快 而且 我正面這樣子 鼻頭會弄出來 我覺得不是很好看 三根我覺得 也可以再出來一點 我覺得不太夠 算微龍蜜蜜 那這個怎麼辦 所以還有救嗎 我們從三根開始看好了 阿龍的三根其實 就是不算太塌 可是可以再稍微緊一點 讓它在那個額頭的地方 銜接得更好 鼻頭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做精緻一點 就是幫你鼻頭稍微縮一下 可以稍微拉出來一點點 那樣子的話 你銜接那個三根會比較好看 至於鼻翼的話 阿龍的鼻翼其實已經超過你的鼻頭了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快 比較大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稍微幫你縮一下鼻翼 做得比較精緻 那至於鼻孔外露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有 像我本身也有 那怎麼辦呢 我會拿你的熱軟骨 來做你的鼻子的結構 跟你的鼻頭 都是用你的熱軟骨來做 那所以這個鼻孔外露的部分 其實我們用熱軟骨的地方 就可以把它蓋住 就會改善 所以整體來講 鼻子大概是 目前是這樣的規劃 我還有一個最後的問題 好 就是我對我的原型 其實也沒有辦法滿意 因為我有點選果 我就是算比較出來很明顯 這樣子 然後我的妹妹也等不 像我這樣抓頭髮 我覺得 這個額頭的包滿程度 我覺得不是很好 還有說我覺得下巴 如果再長一點的話 我覺得會很好 那像這樣的話 我們有什麼手段 可以來解決這些問題 像阿龍是比較偏向全臉的修飾 那全臉的修飾 其實我比較慣用的是 自己的脂肪 而且阿龍的身材差不多可以用 男生的話我們從肚子大部分都有一點脂肪 然後一點牛 全臉的話 我覺得用脂肪修飾 是最自然的 我會怎麼去克制化他的臉 就是第一個 當然他的眉骨比較凸 眉骨比較凸 當然我就會兒頭幫他補出來一點 然後這個眉骨看起來就會比較柔順 這樣 那至於全骨吐的部分 其實很多醫生會推薦說 那我們可以削骨阿 還是削這樣 可是 我覺得用脂肪修飾 其實就會改善還滿多的 怎麼說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膚肌弓是凹的 所以我們脂肪把他補起來 連接這個 顴骨弓的地方 那其實就會改善還滿多的 然後再來是他蘋果肌很塌 那我會稍微把他補起來一點 補起來一點 這樣笑起來也比較好看 然後再來是下巴的部分 下巴比較厚縮 所以下巴我覺得 兩個部分可以稍微延長 讓他突一點點 這是脂肪都做得到 而且很自然習慣 好厲害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他 可能比較特別的是 他幾乎沒有法力文 而且幾乎沒有什麼眼帶 所以這兩個地方 我基本上就不會懂他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速度 其實就是複合式的 就是我們做全臉的規劃 從雙眼皮 到人皮 到全臉膚脂 那這樣子 這三項加在一起 確實臉的改變會滿大的 可是我們還是朝向自然的方向走 不要做完你整個就是 好像 太素膠 對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禮拜一的手術 文童醫師我就拜託你了 文童醫師他常會複齊 或複齊 其實這也是個重點 就是客人第一個都會複齊 或者是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分開做 我比較推薦就是 一次一起做 做到位 為什麼呢? 因為修復期是一起的 比如說我做完雙眼皮 然後才做你的龍鼻 然後等到你恢復好 我再做你的全線補齊 那你修復期就拖太長 太長 那我覺得這手術加在一起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大概只要六七個小時 整個臉就可以把它做完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修復期就是一次 你就不用分次 而且你就不用痛第二次 你就是痛一次 做完 醒來 修復期一個禮拜 我們全部拆完線 那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期待你 後面的樣子 好 會緊張嗎? 說 有一點點 看不出來 你完全看不出來緊張 你錄這個影片比較緊張吧 是你我就放心 這什麼東西 掰掰